15岁的那个时候 为什么我在中国餐厅那边打工的 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经济困难 特别特别严重 特别的严重 然后是在我们那一周 Georgia 就是夏天特别的热 有三天没睡 我就会放 没法开空调 就放一个风扇 然后我衣服全部都脱了 除了雷衣以外 然后我又一喷的水 整个晚上连续三天了 窗户一直都开的 然后有一天我就 我确实是忍不住了 然后我把那个空调开了关我的门 但是所有房子那个窗户是开着的 然后我就忘了 然后我爸收到那个账单 哎呀他气死我 我以为他会被我打死了 然后他就说 谁让你开那个空调 这个钱你可以付吗 说没有啊 他说好 你现在快15岁 我12岁就出去打工的 现在你的选择是 就是你出去找一个工作 你继续在这住 要不然你就赶紧出去 你自己解决住 啊 呀 这也太狠了 这个中国人 就是为什么我14 15岁开始工作了 嗯 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跟人说这个这个故事的 哦 他觉得哦 简直 简直我觉得像个电影的故事一样 这要在我们这就叫狼狼式的教育 因为我高中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一直很生气的 我的脾气我的态度特别差 因为我们家是没钱一直在被其他的学生欺负的 每天就会被其他学生打还是欺负还是还是那样的 然后我就觉得生活特别不公平 特别没意思 我就是对谁都生气 对对什么都生气 什么都不满意的 所以我就那样开始打拳 我就觉得嗯 这个是有意义 我付出的多少 我得到了多少 在生活其他的地方 我付出的多少 你得到的也可能是零 你控制不住 那你学了打拳 啊 那个那个他们 那个跟人打个打过架吗 有 就是 你学了打拳 就是有人欺负你 你你你 有但是 开始的时候 是我没办法保护自己的 学学权之后 就是因在学校也也人知道我是学权的 他们看了就看得出来了 因为身体都变什么都变了 后来我就不用保护我自己 因为没人欺负我了 最后我跟别人打的就是因为我看他就是欺负其他的孩子 最后行侠仗业了 那我就我就去跟他们打了 所以你其实你小时候我估计你学权之前你的形象也是个比较瘦弱的小孩 对 又弱又胖又敏感了 就是喜欢艺术的东西 不喜欢打橄榄球 不喜欢篮球 不喜欢这些东西 男人的东西 因为我爸也是我爸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就是觉得生活的意义就是给社会贡献 如果你不给社会贡献 你存在都没必要存在 是吧 确实长大在我那个长庭确实很痛苦 你看咱们那个李梅锦 我们一个嘉宾 一个心理学家 我发现他他教育孩子就是这个招啊 挺很直接 因为我就说很多男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 你知道吧 我小时候也碰见这个 说个怎么办呢 就是他的办法很简单 他说你看他就练练拳 练摔跤 会练个武术 其实他说的跟你的例子是一样的 他说一方面呢 他练拳呢 练摔跤 他身体练强壮了 那些孩子就不大敢欺负他了本身 再一个 也练习他的意志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你练拳就是因为你想打架吗 没有 我练拳是因为我不需要打架 我不想打架 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哲学最高明 那个武字 武叫指歌 就是练武是为了不打 中国人把什么都说的特学 所以你爸爸现在应该为你感到很骄傲了吧 不管他给不给压力的 你之前经历过的整个的那些教训的 那个经验的永远会在你里面的 他跟我说话 不跟我说话无所谓 我面对一个情况 我在脑子里就能听到他的声音 好 好吧 做不恐怕 就这么好 你